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7月21日隆重举行了113年海外华文教师研习会的结业式,丰富多样的课程内容和创新的教学模式,吸引了来自各地的逾百位中文侨校校长、老师及主流华文教师参加,广受参加者的热烈好评。 本次研习会的课程设计采用三合一模式,融合了网路课程、户外文化历史课程和实体教师课程,以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和文化素养。 也感谢我们所有所有的,不管是乔会派出来的两位老师的辛苦,或者是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会所制聘的六位讲座,在这边精彩,成就了这一个非常圆满的教师语。 在结业式上,各位授课老师和学员们纷纷发表感言,分享了一周来的学习心得和收获。 许多学员表示,此次研习会的课程安排既丰富又实用,不仅提升了自己的教学能力,也让学员们对华文教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。 学员也提出了许多实用的建议,期望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学习机会。 我觉得老师实在是太棒了。 他们就是给我很多启发,尤其是他们从艺术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中文教学。 当然让我有很多新的想法跟收获。 庄雅淑在结业式上向所有参加者颁发了结业证书,并送上祝福,希望大家能将所学应用到日常教学中,继续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。 最后,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团体大合照中,结业式圆满落幕,参加者互道珍重,并期待下一次教师赢的再次相见。 本则新闻由金山湾区文教中心提供。 本则新闻由金山湾区文学院长 本则新闻由金山湾区文教的克力高价格,并贸入哦金山湾区文教区文学院长 本则新闻选院长 本则新闻由金山湾区文学院长 但是他才能接受到有一种 GH5194系期的方式。 感谢观看